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讲张迁通西域的故事 上集讲到 张迁经过十几年被兇奴的俘虏之后 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逃走 他都经过千山万岁 终于去到一个地方叫冲嶺 冲嶺 山路非常陡峭 只是有一条 围着山的一条小路 在崇山晋令之中 是被人去走的 非常难走 张迁一行人 克服了千山万岁 千山万岁终于 上到山顶 当时这个冲嶺有几个 山的出口 从西面的山口 再往西行两千多里 就可以到达育脂 但很可惜 张迁就走错了路 他可能是一个路痴 也未听 总之 意外地 走错了方向 他就从冲嶺北面的山口 向西行 去了 另一个国家 原来 张迁就来到这个国家 叫大远国 在今天 苏联中亚 亚费 以干纳盘地 这个地方 中亚可能 是乌兹别克 土库曼 等等 这样 这里 和西位的国家 是很不一样 当中 这个地方 那些田野里 里面 是长着一大片的紫花木树 而路边 那些木架上面 亦都是种了 葡萄的 这样 更加令人觉得神奇的是 大远人 就好像 西方人 即是西洋人 那样 鼻子 非常之高 眼是深陷 很深水 黑色的眼睛 龙而蜜的胡桑 那大远人 见到 张远的时候 张远已经 衣衫蓝 千身万苦 整个黑衣 逢头救命 那他们 整班人 见到 这些陌生人 就 即 立刻来 那样 就大家 你眼 望我眼 鸡同鸭说 那本身 这些大远人 是没有敌意的 那 就 张远就走过去 就想 大家寒圈一下 那大家 但是 说话 不通 那 张远突然 想起 他在匈奴 这么多年 都懂得匈奴画 那他就用匈奴画 尝试跟他们 去到 搭嘴 那 其中有些人 听得明白 是的 所以 很开心 就跟 张远 聊起 上来 而其他大远人 就通过翻译 就得知这群人 是来自汉朝 而当时 大远人 这群大远人 当听到他们 是来自汉朝的时候 纷纷显露出 敬仰的神情 他们就说 汉朝是一个 密浮民风 很美的地方 我们都很想去汉朝 但是 我们就没有 这样的能力 去实现这个愿望 于是 他们就 七嘴八舌 就向 张远 问汉朝 究竟是 怎样的地方 大家谈得 非常之投契 和热烈 张远就趁势 提出要见 大远的国王 大远国王 早就 听说 在遥远的东方 有个 有个很大 很强性的国家 叫汉朝 国富民强 不过路 只不过太遥远 所以 根本 没办法 大家去交往联络 他这次听到 汉朝的使者来到 急忙 走出皇宫 去迎接 张远 拿着的 折像 即是 爱使节的 那支棍 向大远王 致了礼之后 就说 我是汉朝的使臣 今天 逢汉武帝的命令 出示玉之国 但是 很可惜 路径这个匈奴 被匈奴扣押了 整十几年 很困难 才走了出来 到了贵国 希望大王派人 跟我们带路 我们很想去 辱之国这个地方 将来 我们回到汉朝 一定 我们会跟 皇上说 皇上一定会用重礼 搭借回大王 大远王一口答应 于是 张远就在大远王的陪同之下 观赏了大远国的秀励风景 随即跟着大远国的响道 上了路 汉朝的使者 在路上 渡过大河 沙漠 草原 来到一个叫康居的小国 张远在康居国 都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由于康居国 事常受到 匈奴的威胁 张远等人 都不变久留 于是 这个康居国的国王 又派了人 去到指示 张远的道路 怎样去到辱之国 张远又急忙赶路 走了几天之后 张远等人 来到一个山的国 很多山的国 原来这里 就是张远找了十几年的 肉之国 去到肉之国 即过了十几年之后 张远 去联合肉之国 去抗击匈奴 这个原本的目的 是否可以实现呢 还是 肉之国已经跟以前 完全有很大的变化 那张远会遇到什么奇遇呢 我们下集再说 我当时连搞呆了 是这个地方 我没有看到 我没看到 那么 我现在ste一段时间 来到那地方 还没有